大同是一座宝藏城市 我最想去的是金庸在校江湖当中所写到的玄空寺 云玛石窟是一个经典 是一个文化交流的结晶 即使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它的独特魅力就是 任何地方不再有云岗石窟 不会再有上下滑岩石 在整个中国的古建筑当中也是非常独特 很多人说罗马到处都是古迹 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城市 大同是一座非常宜居的城市 夏天可以避暑 冬天还有超多的冰雪运动项目 大同是个著名的美食城 你要想解馋就来大同 它是色香被美特色族 大同犹如一部生动的历史长卷 既承载着天然文化的底蕴 又展示着专代的生机勃勃 我们不是面向过去 我们也是为了面向未来 京东非常看好大同的这种优势 部署了物流和金融的客户中心 建设了输入中心 我觉得大同未来展现空间非常大 在中国 乌大章是中国对一个世界级的算力机区 大同是里面最重要的任务 想为大同古城注入新的活力 我们引进了大同首家 沈内重景式演绎 如梦大同打造一种 大同高品质的旅游业态 我是一个重庆人 大同是一座远远被低估的城市 所以我想扎根大同 打造东南裔高品质文化项目 我觉得还是很适合 现在当下年轻人 去长途发展这么一个地方 我们是幸运的 大同给了青年很多创业的机会 让我这个外乡人 能够在这里扎根梦想 创造属于大同的特色文创 希望能够留在大同吗 大同我觉得也是个温暖的城市 能够照顾到我们每个人 我是江苏南京 我成长在深圳 我们扎根大同 跟大同是用呼吸的 2018年开始 我与大同结缘 非常想念大同 我是大同的荣誉市民 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 大同是最美的 非常令人期待的城市 多元 好玩 未来之城 潜力之城 大气繁华 足够精致 足够集中 足够有升级 低调确实夸张 艺术力想象力非常丰富的城市 在大同 随便宇宙 它等就来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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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